原文再续,故事继续! 昨天跟大家提及这个小王子奇人,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小王子兄弟的丰功遗迹, 不用布户口,列举一下他做过什么就行了。 正德六年三月,小王子带领部队五万多人入侵河套, 打败边界守军,然后走人。 十月份,小王子率领部队六万人入侵河套, 总共抢了人口生畜万多,然后走了。 十二月,小王子又带领五万人进攻宣府, 杀了手臂赵英,刀指揮王继。 正德七年五月,小王子带领部队进攻大同,攻陷白羊口, 守军就顶不住,于是他就抢了很多东西之后,又走了。 正德九年九月,小王子又带领五万人进攻宣府, 攻破淮安、遗州、中黄百里,肆意抢掠,无人能党。 鐵重声明, 这些只是 Sketch chocolate dicht the mindset 葛事实在迅速傳出來讀 saran 论和皆さん听一下。 在历史中, 有很多人的名字, 全私有拿到 ersten两次都是高, 但各胆的兄弟率膽大, 每年我都是長刀 antes的, 不是搶人搶事, 是何人都会庶疯, 甚至不是して殺了哪ха阴較馬国, 甚至何手将, 实在很威风。 这件小王子又是从哪个石头弹出来的呢? 就要从也仙那里说起。 也仙自从在土木堡找到好处, 跟着有些北京亏得大底之后, 那个势力大不如从前, 最后被手下堆倒了。 他死了之后, 雅勒的实力就消退了很多。 而另一个部落,塔旦不断壮大。 而这个小王子, 就是塔旦部落中最卓越的人才, 一位很优异的军事指挥官。 在他的指挥下, 蒙古军队不断入侵明朝边界, 将当时的明朝的名将逐个打云。 当然,当时的皇手仁未出山, 所以他从未逢敌手。 到后来, 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 正得十年八月份, 小王子竟然发动十万大军, 大举进攻边境。 他兴致挺好的, 竟然够打在明军的地盘上, 扎刑过野, 连刑七十多里, 一路走就一路抢, 一路杀, 没有人抵抗他。 明军那边, 只能够堅逼清野, 真是, 怕你, 躲不出来。 那是不是真的那么所向卑微呢? 我们再谦真一点, 看看明军这边有没有打过圣仗。 找到, 真是, 有场仗打赢了。 看真一点, 这场圣仗有多少问题。 正德七年八月份的时候, 刚刚平定了安化王叛乱的名将仇悦, 曾经打过一个触节报告, 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小王子近日带领大军攻击沙河边境, 我带着军队进行頑强抵抗, 一举击溃敌军。 这种胜利实在可喜可和, 真是很难找的。 但是接下来我们看看战果, 总共斩首三级, 即是斩了三个头, 而最后的损失就是, 死了二十几人, 伤者不计其数, 被人抢走马匹, 一百四十几只。 所以一接到报告之后, 朝内的大臣就知道什么事了, 真是, 立刻做了一个很真实的案件重演, 其实就是可能一小撮的蒙古兵过来抢马, 成功抢走马之后, 还杀了很多人, 仇悦躲起来, 避过风头之后, 立刻带人去追, 终之就撕回来几个, 可能走得摸走不脱那些兵仔, 所谓的唯一一场胜仗就是这样。 所以从此之后, 这个小王子, 就成为中大臣最头赤的人物, 说起这位大哥, 真是, 个个都摇头叹气的, 只有一个人例外, 朱厚照。 朱厚照跟他老爸朱厚堂不同, 朱厚堂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不喜欢惹是生非, 但朱厚照刚刚相反, 他最喜欢就是无是生非, 无风起朗, 还喜欢武刀龙枪, 很热冲军事, 他一听见有个这样的敬敌, 真是开心了, 一直想出去跟别人捏一下, 先撑一撑, 即是又瑜伽亲征了, 但那帮大臣一听到之后, 一想到这个土木宝三个字, 就立刻否了他的提议, 趁精精你的头, 精你没死过, 你被人捉了, 你没试过也不是吧, 但是否没用, 朱厚照加的血就上了脑了, 他不行, 他觉得, 怎么也要出去跟你捏一下, 于是, 就在他手下的帮助之下, 他终于卖出了今次这一步, 出居容关。 朱厚照加就知道, 敌人很可能就在附近, 但他完全不怕, 而且还很期待, 期待敌人突然间出现, 最好还是那个, 令人谈腐色变的小王子, 在这种情绪的鼓舞之下, 他一路快马加鞭, 赶到这个边防重镇宣府那里, 但是他在宣府玩了几日之后呢, 他就发觉, 车, 原来这里很太平的, 蒙古人, 那些影都不演脊, 于是, 他决定再一次前进, 直接去到真正的军事前线, 楊祸, 就这样, 楊祸就成为他的新駐地, 他也就成为边界的临时最高指挥官。 好了, 没多久之后, 大同总兵, 王勋, 收到一封很奇怪的书信, 信里面呢, 就写了很多勉励的说话, 要他好好守卫城池, 安心练兵, 諸如此类。 落款很长的, 总督军务, 威武大将军, 总兵官。 王勋看完之后就屈门了, 他虽然讀书不多, 但是朝廷官员的级别多少都知道些, 什么时候弄成这样的东西呢? 都没听过呢? 就立刻走去找最近朝廷公民, 看看是否新任命的, 谁不懂的, 找来找去都搞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假科。 然后又回回回看那封信, 口气很大, 不像开玩笑, 到底谁, 这个什么水啊? 后来经过多方打听, 才知道原来这个封号就是皇帝大人自己的, 原来诸侯赵先生做事真的很认真负责, 他认为作为一个军事主席 没有一个称号 当然不行 所以就自己帮自己封了一个这样的官 不单止 还规定了工资和福利 有粮出 有分家 有社保 反正都是自己给自己 不打紧 反正边境那帮将领 给他搞来搞去 真的头都昏迷 都不知所谓 就正是希望他玩完就早点走 但是猪口罩就打定主意 住落就不动了 他一定要等到那个人 一定 都好 他最终都没有失望 正德十二年十月 大同总兵黄昏 接到边关急步 蒙古撻旦小王子 率领军队进攻 人数整整五万 毫无疑问 今次又是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所以他立刻去急步皇帝大人 希望你们快去走人 我死了没所谓 万一 万一皇帝你出了什么问题 真是 我就不加惨了 真是 但是猪口罩很明确地告诉他 我去不走 不单止不走 他还指示王昏 立刻集结部队 北上 主动凝击撻旦军 王昏接到个命令 都只好在那里 这是日上 他认为 这个不懂军事 又没上过战场的皇帝 在那里那就操作 自己得过嘀少兵力 能守着就不错了 现在还走上去主动进攻 你只要不狠れて 但他叹了一口气 还是率领部队出发 当然了 皇帝的命令 难道你不听 据说 临走的时候是这样的 先订好棺材 再安置了子女的问题 因为在他看来 金波真的凶多吉少 而这个时候 杨和的猪口罩 就处于这个极度的兴奋当中 因为他等了很久 终于等到你来了 他听到这个小王子即将来的消息之后 当即命令黄昏迎击 其实当时 身边的光斌 也是提出反对的 虽然这件弹散 实在不是好人 山长水远 带个皇帝出来反 但是 他的确具备 几强的军事能力 他都认为 以黄昏的兵力 现在是没法 去进攻人家的 但是猪口罩完全不理他 而是继续在落命中 而是继续在落命中 辽东参将 肖子 孙虎游击时春 率领军队 驻守 罪落宝 天城 言衰参将 唐红 副总兵 朱联 游击周正 率领军队 驻守 阳和 平路 和威武三个地方 以上部队 务必在十日之内 集结完毕 随时听后调遣 此令 江军看着这个皇帝仔 有点呆呆地 因为这个moment 之前那个嘻嘻嘻嘻的少年郎 竟已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久经沙场 沉稳镇定的指挥官 那朱厚照呢 这个时候就已经不得闲理会 这个江军那些仰慕的眼光了 发布完命令之后 揮了手 赶走所有人 因为在遇到那个人之前 他一定要充分休息 仰正绍蕊 而同一时期 在百里之外 率领军队入侵的小王子 也都感觉到这些东西 所以他一反常态 放弃了以往的这个进军路线 改方向 向南行 直接向着这个皇昏的驻扎地前进 而这边呢 朱厚照也都很敏锐地 感觉到对手有变化 他就立刻调整了这个部署 辽东参将 肖子宣府游击时春 立刻离开驻地 火速前往 增援黄昏 副总兵诸联 游击周正 即日启程 吊住撻弹军 但是不能够擅自进攻 另外 宣府宣府总兵诸震 参将左阴 立刻动兵 驻守阳祸 但不得作战 说完之后 又眉上眼睛 在这儿想着 不出声 江斌在旁边站住 当然声都不敢声 但是 在快速退开之前 他还是忍不住 在那里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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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 似乎之前已经睡着觉的猪口罩 这个时候突然间睁大眼 在那儿笑 你别急了 现在才刚刚开始 好了 这个时候 在前线那边的黄昏 就真的基本上 觉得自己就快玩完了 他刚刚才知道 小王子的大队人马 竟要向着自己这边杀过来 自己这边 就只有个丁屎五堆兵 就是不被人砍死 也被人踩死了 真是 唉 但是谁叫自己 打份这样的工啊 看着 都只能够为国捐缺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间得知 辽东参将小子 和孙虎游几的时春 已经带领军队 过来增援自己了 哎呀 真是 有多少高兴 起出望外 所以他立刻 落命令 全军总动员 一定要 英勇抗敌 和塔弹军队 决一死战 捱都要捱到 援军到来 正德十二年十月 战争 在山西应州打响 应州之战 正式开始 这个小王子 经过长套不舍 终于找到你明军的主力了 至少当时 他是这样认为的 这些就是的 当然很高兴 毕竟带着五万人出来威 不容易的 不拎回够本 怎么可以撕回去 所以二话不说 就发动进攻 黄昏这边 也都很勇猛 因为他知道自己这边兵力不多 为了不让对方看出这个破绽 他一出手 就拼全力去打 发动全军冲锋 这种不要命的打法 也都确实迷惑了小王子 他就作出这个错误的判断 不敢立刻发动总攻 不知道你多少人 这么猛 这就等于给了时间黄昏 于是 双方就在应州城外边的五里寨 这个地方 激战 足足打了一天 打到黄昏那阵 小王子也发觉自己想当 那边 兜来兜去 打来打去 就是那帮人 真是 被人老惹了这么久 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的配音 好像很多把声 很多个角色 但其实大家留心听听 有好几把声 差不多 其实我跟你说 没几个人 他就很生气 真的 但是这个时候 已经就发天黑了 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出现 他就命令 部队 围住那些明军先 等到第二天天光的时候 再将你的黄昏 剁开十六八楼 等第二天啊 你 小王子 情况这些东西就不断变化的 等就等到第二天了 但第二天就很大霸 就是简直是可以用来 薄那么大霸 真的 那时候我相信真的是霸 反而现在就可能是灰 但那时候没有污染的 真是很大霸 那王昏就高兴了 真是 他立刻借着这个机会 好汗不吃眼前规 你围我嘛 我昨天看得清清楚楚走不掉 现在薄大霸 还不是走 所以趁机就撩进 这个应周城里面 那还有一样东西还很好笑 等到那些墓散了之后 他才发现 之前朱厚赵那边 派过来负责跟踪任务 那个副总兵朱联 竟然也是 就是趁大霸 就过了蒙古军的头 原本要在后面吊住的 怎么知道已经过了头 不知道 干脆就离了自己这边了 那小王子的激动不得了 明军这边 非但没有被打巢后 反而越打越多人 真是 他没有耐性了 立刻开始集结部队 准备攻城 但是还没等他准备好 又有变化了 城里边那帮守军 似乎还不耐烦过他们 竟然主动出城发动攻击 小王子立刻迎敌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 城里边这帮军队 他之所以这么有自信出来 漏抽是有原因的 原来这个辽东参将萧子 和孙虎游击时春 这个时候已经带部队赶独了 来得正事时候 王勋知道消息之后 立刻落命令 出城攻击 前后夹攻撻弹军 真是 到了这个moment 王勋终于看到有一线胜利的曱光了 但是很可惜 真是曱光来的 因为他的敌人是五万精锐的蒙古骑兵 而统帅的 是卓越的军事将领 小王子 小王子 都并不是浪得虚明的 他没有被你抛侧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他已经做出这个准确的判断 尽管有这么多人迷了来 但是其实敌人的兵力 依然是不够多的 所以他很冷静地发布命令 将自己的军队分成两部分 分别应战 并且说明 要保持相当距离 防止这个敌人再次合流 这几招相当得 一路靠着投机取巧的王昏 这次脑点不了 经过反复冲击之后 他们再次被人分割和包围 那王昏这个时候 就真的没了东西想的了 原本以为有援兵 现在离齐了 但是都是这样 都是被人围住 想来想去 谋了希望了 而在这个时候 这边的猪口罩 就叫了江斌过来 立刻集合部队 准备征建 江斌看着他 没说话 但是问题很明显 阿尔 还哪有军队啊 猪口罩也都知道他问什么 哼 我之前 已暗中命令张永 魏斌和张忠 带领军队过来会战 他们已经按时到达了 哼 哦 江斌这个时候才明白 原来在那些日子里 猪口罩到底在等着什么 猪口罩一声站起来 一改往日的武尼正经 满面杀气 大大声对着 那些发牛斗的江斌话 家伦到我了 出兵啊 咦 看来有些了道啊 那到底行不行呢 明天再说 我没见过 除兵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